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初步学会了合理优化蒸发方案 今天我们通过例题讲解 巩固对蒸发站计算的认识 同时结合蒸发站节能降号的知识点 理解RELEX定理 我们先看例题 某2000吨每天糖厂 无效蒸发罐系统中 入罐轻质量为105吨每小时 垂度为13.91 糖浆垂度为58.2 抽用支气酵数和数量如效 第一效抽取供轻质加热的支气量为2885千克每小时 共二次二级加热的支气量为3210千克每小时 第二效抽取供二次一级加热的支气量为4100千 第二效抽取供二次一级加热的支气量为4100千克每小时 第三效抽取供一次二级加热的支气量为3635千克每小时 第四效抽取供一次一级加热的支气量为5310千克每小时 求节省蒸汽用量 解 各效抽取供二次一级加热的支气量为各效抽取供二次一级加热的支气量为 各效抽取供二次一级加热的支气量为第一效 乘上五分之三等于2181千克每小时 第四效 解省蒸汽用量等于5310乘上五分之四等于4248千克每小时 整列蒸发罐 解省蒸汽用量为9288千克每小时 这道题目还有另外一种解法 先求出蒸发总水量W等于105乘上1000乘上库号 1减去13.91除以58.2等于79905千克每小时 所以第一效加热蒸汽用量为第一等于5分之1W加上5分之411加上5分之312加上5分之213加上5分之114等于79905除以5加上6095乘上5分之4加上4100乘上5分之3加上3635乘上5分之2 加上5310乘上5分之1等于25833千克每小时 不承用蒸汽的时候蒸汽用量为蒸发用气量及加热用气量之和 第一等于5分之1W加上11加上12加上13加上14等于79905除以5加上6095 加上4100加上3635加上5310等于3512所以节省的蒸汽量等于35121减去25833等于9288千克每小时 这道经典的例题结合了蒸发水量的计算 第一效加热蒸汽量的计算以及节省蒸汽量的计算 面面聚到同学们应好好掌握融会贯通 结合之前蒸发站计算的内容 我们知道了多效蒸发是可以节省蒸汽及罚气用量的 也知道抽取蒸汽做额外蒸汽用的时候可以减少全场的用气量 也知道当蒸发系统全部抽用蒸汽后全场的气耗量最小 以上的结论前人优总结 那就是RELIX定理 我们来看一下RELIX定理有哪些内容 定理一 在一个多效蒸发系统中 当总的蒸发水量一定时 系统的蒸汽消耗量随着蒸发酵数的增加而减少 定理二 从蒸发罐抽取之期用于加热或者煮糖时 也就是抽取额外蒸汽的时候 所节省的蒸汽量等于所抽取的蒸汽量与抽取蒸发罐的酵数的成绩 除以系统的总酵数 定理三 当蒸发系统的全部蒸汽均被抽用的时候 这时候莫效罐的蒸汽没有进入冷凝气 而是加以利用全场工艺过程的气耗量最小 RELIX定理与我们之前计算得到的推论一致 是前人对如何指导蒸发系统经济的使用蒸汽的精辟总结 同学们可以结合前面的课程反复对比学习 加深对蒸发站相关计算以及糖尝热能经济的理解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通过立题巩固学习了蒸发水量的计算 加热蒸汽量的计算 以及节省蒸汽量的计算 并结合计算的推论 介绍了RELIX定理 好的 今天的课先到这里 下次再会